那时,基德·雷埃罗和格兰特希尔等人正式入选了NBA的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,这是对他们职业生涯最好的肯定,名人堂也是每一个项利NBA球员都希望进入的。 但是又想进入名人堂,球员对篮球的贡献和影响力肯定是巨大的,而这些人的入选也是无庸置疑的。 名人堂近日ESPN也做了一份分析,分析了未来应该可以进入名堂的球员,其中就包括了马布里,而这也引起了巨大的讨论,因为马布里在NBA的职业生涯是不成功的。 不过大部分记者还是认为,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不是NBA的名人堂,而是全世界篮球的名人堂。 只要对世界篮球有巨大贡献的球员都可以进入,而马布里在中国的成功和对中国篮球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他值得入选,马布里ESPN记者Michael Horan也是给了马布里很高的评价。 他说道,马布里能够进入名人堂的理由是他是一名贡献者,马布里在北京南篮获得了三次总冠军,并且获得了这个国家的认可和肯定。 确实,有很多美国人在他之前去中国打球,但大多数人的双腿已经已经很疲劳,技术越老越差。 而马布里去中国的时候还处于巅峰期,他的成功证明了NBA球员,以前没有考虑过的职业生涯,由于姚明入省名人堂的影响,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,已经成为NBA最先考虑的国家。 而马布里在这一发,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马布里的贡献是全球影响力的,ESPN分析确实,马布里在中国打球是成功的。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还处于巅峰期,他让中国球迷近距离的认识了美国超级球星的实力,也帮助中国篮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马布里。 但是马布里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,他在中国的成功,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篮球和中国联赛,也让更多人来中国打球,对中国篮球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。 马布里,2018年2月11日,马布里在结束生涯最后一战后正式宣布退役,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讨论马布里是否会入选名人堂。 如今来看,他真的非常有希望入选名人堂,这不仅是对他的肯定,也是对中国篮球,中国联赛的肯定。